熱騰騰 現烤出爐的 辣雞翅 雞腿 還有烤拳雞 許多人來到美食賣場 都會到熟食區挑選這一位 但買回家卻發現 美食賣場賣的盒裝 現烤雞翅怎麼被咬過了 驚訝啊 為什麼這種東西會被偷啃 不敢吃啊 民眾打開雞翅盒 吃到一半 看到啃食過的雞翅嚇壞了 趕緊叫小孩停手 不要再吃了 一看下面一似有咬痕 食品的品質 在做更好的把關 不可以 我們是不會再回去上架的 因為這東西已經離開賣場了嘛 我們完全沒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們也無法證實 這個世界的狀況是什麼 看看美食賣場 熟食區商品包裝各有不同 雞腿 拳雞用夾鏈袋包裝 盒裝的豬腳 標籤從上蓋黏到底盒 稍微封口 但雞翅就只有簡單的盒裝 沒有任何的封口 民眾選購時 沒有仔細檢查 買到了被陌生人 啃咬過的食品 這樣NG的行徑 令人傻眼 這個我就不會拿來吐 因為覺得你沒有什麼證據去說 你是買回去之後才發現 你是被坑的啊 我都吃過 偷吃那一個丟掉就好了 要不然怎麼辦 美食賣場裡人來人往 還有攤位提供民眾試吃 在裡面吃東西 很難分辨是試吃品 還是架上商品 只能靠消費者發揮功德心 記得李孟章 李若貞 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就知道 我們會不會拿到